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46天 他的名大有能力 33岁那年 巴巴拉·克莱普曼搬到了伦敦 他想在这里找一间教会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巴巴拉来到了我们教会 在门口迎宾的年轻女士向巴巴拉点头微笑 并询问了她的名字 巴巴拉说 因为这个微笑 她决定下周再来一次 当第二个周日她再来时 站在门口的依然是这位女士 她对巴巴拉说 早上好 巴巴拉 正因为迎宾的姐妹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巴巴拉决定以后每周都来这所教会 这是1947年的事了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 巴巴拉每周日都会在这里敬拜神 过完一百岁生日后不久 巴巴拉离世了 巴巴拉对圣三一布朗顿教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其中包括多年帮助处理教会财物 我禁不住想 不知当年那位姐妹是否知道 正因自己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 就为教会带来了如此大的祝福 名字的意义重大 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这样 在希伯来文化中更是如此 希伯来人的名字不仅是符号 还蕴含能量 神的名字揭示出他是谁 诗篇六十八篇一到六节 赞美神的名 大卫催促我们要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 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神通过启示自己的名字来显明他的身份 在神准备把百姓从埃及人手中解救出来时 他首先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 我是自有拥有的 在本诗篇中 神的名是自有拥有者 他关心社会的底层人群 神是孤儿的父 是为寡妇申冤的 神叫孤独的有家 是被求的出来享福 神为无家可归者预备住处 荣耀神的方式之一 就是关爱和照顾社会的底层人士 他们是孤儿寡妇 孤独的人 无家可归人士 和狱中的罪犯 主啊 我愿赞美你的圣名 当我关爱和照顾社会的底层人士时 愿你的名被彰显 被荣耀 先约圣经 约翰福音 十六章第五节到十七章第五节 耶稣之名大有能力 你知道耶稣的名具有多大能力吗 当耶稣离开门徒时 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 基督徒祷告时 要奉耶稣的名 以自己的名 我们无权要任何东西 但通过十字架和复活 耶稣使奉他之名 来到神面前这件事 成为可能 奉耶稣之名祷告 是为了让我们能和耶稣站在一起 这样做时 我们的意愿 就与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融合在一起 因此 我们祈求神的旨意成全 你不可能靠着自己 做到这一点 你需要圣灵 耶稣说 他离开 是为了门徒得益处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就拆他来 耶稣在世上时 还要受到肉身限制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 但通过圣灵 此时此刻 耶稣就和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一起 耶稣是基督徒永远的朋友和帮助者 圣灵让世人知罪 世人最大的罪是不相信耶稣 他将带领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 每当我们误入歧途 圣灵就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在灵魂深处感到自己做错了 圣灵绝不会定我们的罪 然而圣灵使人认罪悔改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圣灵指引 指尺 加添力量给你 让你更像耶稣 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 真理就是由真理的圣灵揭示出来的 圣灵还揭示出和你相关的真理 真理使你得自由 耶稣承诺给你三件事 第一 喜乐 即便在痛苦和哀伤中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邪恶不能逍遥一世 正义终将获得胜利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门徒的悲哀就会消除 他们将获得满足的喜乐 这就好像刚生完孩子的妇人 因得子的喜悦 而忘却生产的痛苦 第二 爱 即便被人恨恶 虽然世界要恨你们 但耶稣说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有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真理的圣灵将把天父 全部的爱都向你展现出来 第三 平安 虽然经受患难 耶稣从没有应许说 要给门徒一帆风顺的人生 相反 耶稣说 你们在这世上要经受苦难 但耶稣同时承诺 在一系列试炼中 他将赐你真正的平安和信心 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 你从圣灵那里获得的最奇妙的礼物 就是和神建立亲密关系 在这段祷告中 耶稣显明与神建立爱的关系 才是永生的核心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在耶稣祈求神的名得荣耀时 他也道出了永生的意义 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所有事 以及我们通过耶稣和父神 建立亲密关系 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主啊 我有如此特权 可以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对此我真是感激不尽 今天我要奉耶稣的名向你祈求 旧约圣经 撒末尔记上 十七章三十八节到十八章三十节 靠神的名得保护 大卫明白 最好的保护不是扫罗的铠甲 而是神的名 大卫试着穿上扫罗的铠甲 但一会儿他就明白 我穿戴这些不能走 因为苏莱没有穿惯 于是大卫脱下铠甲 赤身上阵 穿上别人的铠甲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就一定会虚假造作 不伦不类 带着率真本色形式才有力量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 演你自己吧 因为其他所有人的角色 都已经被他们占据了 只有在做自己时 你才能发挥最大潜能 西埃娜的圣凯瑟林曾说 做神所塑造的自己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点燃世界 大卫关心的是神的名和神的荣耀 他对格利亚说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大卫认识到人是有限的 他坚信 单单靠着神的名 就足以击败最强大的敌人 大卫已经准备好 要通过仰望神的名 来面对挑战 你有可能在生活和事工中 面对巨大抵挡 你所在的环境 可能看似不可逾越 令人窒息 你可能感到自己极其渺小软弱 奉神的名去面对这一切吧 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同时相信 神一定不会让他的名蒙羞 因为神与大卫同在 所以大卫能够无往不胜 大卫的成功让扫罗分外极度 正如乔伊斯麦尔所说 神总是在我们身边 放一个沙纸般的人 用这个人来磨平我们的棱角 这就好比升职之前的 一个小小检验 如果你希望成为领袖 就一定会被神放在一个 不完美的环境中打磨 以学会智慧的形式为人 这一切磨炼可以装备我们 以便日后被神使用 神给大卫更多胜利 很有意思 大卫关心的是神的名 然而最终 大卫的名也被人尊重 大卫并不在意是否能出名 让自己的名德荣耀 绝非大卫的目的 主啊 愿我们国家的教会 再次被那些敬拜 耶稣之名的人充满 愿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看到耶稣的名 在这个社会被高举 被荣耀 佩伯的补充 萨摩尔记上十八章一节 友谊是神奇的 大卫和约拿丹成了 心心相应的挚友 真挚的友谊能给人 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逆境中若有充满爱心的朋友 相伴左右 忧伤就可减半 顺境中与朋友分享时光 就能让喜乐加倍 友谊是可以永存的 天堂里没有时间阻隔 也没有大卫所必须面对的 嫉妒和纷争 今日金句 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有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